明觉这个品牌近几年一直与运动这个词是紧密相连的 并且它参加了很多汽车运动的赛车 包括TCR China 我们汽车家AHRT车队就参加了TCR China的比赛 驾驶一台明觉6的TCR赛车 而在今年下半年明觉品牌还将会推出一个全新的运动轿车 就是我身后的这台明觉6 Pro车型 现在看的人比较多 一会儿等人少一点 我们去详细了解一下它的整体外观内饰以及更多详细的信息 因为这个现场的人比较多 为了不影响大家拍摄 所以我坐在这跟大家聊一下这台全新明觉6整体外观设计方面的亮点 首先第一个亮点大家也看见了车头相比较明觉6是重新设计过的 这个明觉6 Pro车型整体车头看着会更加动感一些 大嘴的尺寸非常大 而且里面的隔山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精致的感觉 让整体车头看着相当把气的 再加上它这个LED灯组是尖尖的设计 和保险杠下半部分专属的一个运动包围 让整体车头看着相比较明觉6会更加凶悍 更加有进攻性 轮圈同样是18英寸 熏黑的轮圈 而轮胎使用的是一条R25 4WR18的普利斯通泰然者系列轮胎 这套轮胎是相当注重公路表现的 所以说这台车以后公路表现应该会不差 而侧面线条相比较明觉6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 另外车头还有一点可以看见明觉全新的标识 相比较之前变得更加简化 而且在中网上半部分引擎盖下半部分这里 而车尾这台车相比较明觉6多了一个专属的大尾 以及尾部扩散器的设计 所以简单来说这台明觉6 Pro整体外观设计 相比较明觉6会更加动感 更加有进攻性 从外观设计方面也可以看出明觉品牌 想要突出这几年在赛场上取得的成绩 我们再坐到这台明觉6 Pro的车内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这台是一台试装车 所以说内饰不是最终定稿的样式 但我们既然来了 就坐进车内来体验一下 坐进车内的第一感觉是 整体内饰与现款载手的明觉6是非常相似的 几乎完全一样 只是一些细节不太一样 比如说方向盘两侧这里使用了翻帽容的包裹 这样开车的时候手感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在积累驾驶或者是跑赛道的时候 而配置方面 从这台展车来看还是很高的 比如说这个360度倒车影像 自动停车功能都是有的 电子挡把电子手刹 Auto Hold也都有 因为使用了电子挡把 所以下面多了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这个在平时用车的时候还是很方便的 而整体前排目前我们只能看这么多了 想要了解这台车前排最终的样式 还要等它正式发布的时候才知道 而方向盘这个Super Sport的按键 与明觉6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明觉6 Pro的第二排表现 在空间方面同样与再售的明觉6车型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设计方面也几乎完全一样 但细节表现这台车也是不错的 空调出风口 UX接口都是有的 地板平整度很好 并不是很高 中央扶手的高度 我很喜欢 而且很精致 还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安全带 使用了这种亮黄色 与这台展车的车身外观是非常搭的 我不知道这台明觉6 Pro上市以后 会不会黄色的车身配黄色安全带 红色车身配合红色安全带 如果真的是那样 那是相当有个性的 但是这台明觉6 Pro车型的第二排 也有一个地方我不是太满意 那就是它没有配备中央头枕 其实我们今天拍摄的这台明觉6 Pro车型 是一台试装车 所以我们只能从它的身上 简单来了解一下 它以后上市之后会长什么样子 整体外观相比较现款 在说的明觉6 它的变化是相当大的 整体外观看着会更加有进攻性 所以我觉得这台明觉6 Pro 会比明觉6更加动感一些 内饰方面从这台展车来看 它相比较现款的明觉6区别 并不是特别大 不过同样是因为试装车的原因 所以说这台车的内饰还没有最后的定高 动力系统方面暂时没有准确的消息 但预计这台车上市 同样会装备1.5T的发动机 配合7速双离合变箱 但是动力方面调校相比较明觉6 可能会有一点变化 这台车的动力应该会更好一些 而关于这台明觉6 Pro车型的消息 我们目前只得到了这些 这台车应该会在7月份正式亮相 到时候配置啊 内饰的定高 以及售价动力参数也应该会公布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报道 总之这台明觉6 Pro 以后上市定位要高于现款的明觉6 所以说配置啊 售价肯定都会更高一些 好了 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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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